这里是台北市立图书馆 北投分馆 隐溢在喧嚣都市之外的一方净土 建筑物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就像矗立在公园里的一棵大树 为了表现植物的灵活与轻盈 建筑师用钢架的结构 与环保木建材 代替厚重的灰色水泥 设计斜长的船型造型 将向西南的寿光面积降到最低 再用大片大片的落地窗 让绿意与阳光装点书香 更重要的是 它让每一位市民都可以体验 在森林中阅读的享受 等一下 问题时间 请问像这种大开窗 不是容易提升室内的温度吗 那为什么图书馆还会采用这种设计呢 答案是兼顾视野与照明 至于热辐射的问题 图书馆则借用周围公园 茂密的大树挡住直射的阳光 并设置大量的阳台 搭设户外阅读区 辅助遮阳 加上通风设计 以及绿屋顶 让这里每年比其他图书馆 少吹两个月的冷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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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